屏东车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正雄是率领了代表会的团队 昨天到花莲市公所参访 受到市长魏佳贤热忱的接待欢迎 那么双方是就这个市政的推动 以及城市治理的经验来这个议题交换意见 以及经验的分享 那么也允诺了未来要多与双方进行交流 由陈正雄主席率领的车城乡民代表会参访团 一行25人到花东进行的三天考察行程 21号的傍晚拜会了花莲市公所 受到公所同仁热情欢迎 市长魏佳贤亲自向贵宾介绍 花莲市的组织概况严格还有观看市政影片 希望未来能够和车城乡有经常性的交流互动 那花莲市其实不大 花莲市只有29.41平方公里 那我们有10万快3000人 那不过人口是有不断的在慢慢在减少 因为花莲腹地比较小 那很多都移居到隔壁的乡镇市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花莲持续打造成 等于十三乡镇的一个指标 那也希望有机会到车城去走一走 那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环道旅有到过车城 那留下很好的印象 有一些宫庙的文化对我们来讲印象非常深 到主席本身也是当过公庙的主委 那也希望有机会去我们庙里面去做参访 车城宣代会主席陈振雄说明了车城乡的特色 也感谢花莲市热情的接待 车城现在是一个非常赵人口所的兄弟 以前在行春冠德国民 我们是正第一大兄弟 最大的行春 结果就是行春镇 他两三万人 以前也达到五万多人 车城乡等人口所接时也两三万人 现在地检外流少子化老年化 现在存在八千亿 付到差不多你的十二分之一 今天也很高兴来到我们 厚花园台湾的厚花园的花园区 来厨境来参访 首先感谢我们卫市长 还有我们苏主席热情的接待 刚才我们的经纪 这么大的肾脏 欢迎用我们花园的特色 我们的多种文化 用我们原住民的歌曲 我们大家好欢迎 请代表车城乡民代表会 再次感谢 感谢 花园市代会也由主席苏美珠 率领了多位代表到场迎接 并表示要和车城乡来增进交流互访 而市长魏嘉贤 还有代表会主席苏美珠 制证了剥皮辣椒 花园馅饼等名产 而陈振雄主席也回证了车城的名产洋葱咸淡 双方也期待下次可以再相会 谢旅会欢迎市报道